来,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我们来开张图 这张图我学的干嘛 也是比较的好 这张图是我找的 也就是什么图呢 我们慢慢开启 在我们工作当中 它的一个应用的图解 还记得我们慢慢开启的 一个宗旨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减少数据库的访问 减少数据库的访问 减轻我们数据库的压力 提高网站的并发呀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就给大家 画了那个找这张图 大家看好 减少我们数据库的访问 提高web速度 那么实质就是不用去 请求MASCO 不请求MASCO 而减少MASCO的并发量和读写量 OK吧 那接下来它是怎么去做的呢 大家看好 首先第一次你是不是浏览器来访问我 什么就要现在访问我 访问我是不是就到着我的一个 比如说慢慢开启了 到着我们的TP服务器 OK吧 就是N几个字吧 我这样讲能跟上吧 到着N几个字 N几个字是不是就运行了谁 是不是运行了TP啊 那TP干嘛 是不是要获取用户信息啊 它会干嘛呀 因为你是第一次吧 它会新读什么 它会新读数据库 我这样讲能跟上吧 读完的数据库 然后它会干什么事情呢 它会把数据返回到应用层 是不是到我们应用层啊 然后它会着急着把数据 去返回给我们的用户吗 不会 它会干什么事呢 它会干嘛呀 使用应用程序里面的数据 把这个缓程数据写到哪去啊 是不是写到MASCO里面去了 同时再发送一份数据给谁 是不是给我们的用户纽战器啊 OK 那这时候用户又来了 兄弟我又来了 又问了第二次吧 这时候他干嘛呀 一发现 呀我这个缓存有 这是干嘛呀 直接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要 要完了以后又给他干嘛呀 是不是返回了 我这样的话能不能看到了 能看到了吧 那他的作用是不是就是一个叫做缓存啊 是不是缓存 是不是缓存 OK啊 所以说你说他有没有读数据库啊 他有读数据库 在什么时候读啊 在在他首次 或者是什么 缓存失效期 你要知道缓存有没有失效时间啊 对 就是有哪两种情况会读数据库呢 第一个 就是第一次我们肯定要读数据库 为什么 因为数据没有嘛 你不要到数据库去取嘛 第二次是什么 缓存失效了 是不是缓存失效了 那肯定要再次读数据库 然后干嘛呀 那给他缓存数据 同时干嘛 为下次你用户请求的时候 在缓存当中有数据 都是没吧 OK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 那MamaKetch 所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区域 那说白了 他的作用就是什么 缓存什么 是不是缓存数据啊 OK啊 他的重点就是缓存什么 出去啊 所以说我把这个跟你们干嘛 那些 OK啊 然后那些 真正就是缓存 你